对于很多家中养了宠物的人来说 他们都知道宠物有时候会很奇怪 甚至会做出某些让主人捉摸不透的事情 而在这包容万物的大自然中 一些动物界的成员 他们所表现的一些行为可要比宠物们奇特多了 可是他们的这些奇怪行为都是有原因的 在弱肉强食的大自然中 为了能够生存下去 有许多动物会采取一些防御措施 有一些动物的防御措施会让人感到非常意外 有这样一群鸟儿 本应该在天空中自由翱翔 但是他们却成群结队地围着一架飞机不停地打转 甚至用尽全身的力量冲撞飞机 飞机中的乘客一度陷入混乱之中 驾驶员只能为了乘客的安全紧急迫降 鸟群为什么会有这样奇怪的行为 飞机最后怎么样了 在航空界有一个大家所熟知的术语叫鸟鸟 是指飞行器在起飞、爬升、巡航、降落过程中 被鸟类撞击而发生的影响飞行安全的事件 事故或事故争后 其中航空气发动机的鸟鸡事件又称为吸鸟 随着航空气数量的不断增加 体积越来越大 飞行速度越来越快 发生鸟鸡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 据统计 全世界每年大约会发生1万次以上的鸟鸡事件 国际航空联合会把鸟骇升级为A类航空灾难 驾驶员杰森虽然有着丰富的驾驶经验 但是这一次的鸟鸡事件却让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天 杰森驾驶着飞机将乘客送往目的地 这时 他突然听到一声巨响 打破了客舱内的瓶颈 紧接着 在剧烈的晃动下 他的头就朝着飞机的窗户撞过去 到底发生了什么 冷静下来的杰森发现 窗户外有一群鸟在猛烈地撞击着飞机 杰森试图操控飞机脱离鸟群 因为他知道 一旦让鸟群撞到飞机的引擎上 整架飞机都有可能坠机 后果将不堪设想 但是这些鸟紧追着飞机 反而变得更加有攻击性 杰森怎么摆脱也摆脱不了 客舱内的乘客也感受到了这猛烈的撞击 所有的人都开始焦虑起来 对于拥有丰富驾驶经验的杰森来说 摆脱鸟群不是问题 但是这群鸟就算损害自己的身体 也依旧弃而不舍地撞击着飞机 杰森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他不知道鸟群为什么会做出如此奇怪的举动 也不知道怎样才能让这群鸟平静下来 杰森不得不呼叫指挥部 看看他们有什么办法 这时鸟的数量一直在不断增加 他们变得咄咄逼人 一点也没有消停的意思 整个机身都被鸟群围住了 黑压压的一片 乘客们几乎都无法从窗户外看见什么 这让所有人都充满了恐惧 杰森不敢再耽搁片刻 必须采取行动 他用尽了全身的力量 控制飞机往高处飞 但是他又不得不顾及到舱内的乘客 如果飞机角度太陡 将会危及到所有乘客的安全 鸟群随着飞机也一起上升到了一定的高度 杰森又开始操纵飞机下降 直到看到地面的楼顶才放慢了速度 他们紧接着在城市上空危险的盘旋 杰森意识到单纯的提升飞机的高度是徒劳的 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就是将飞机紧急降落 继而寻求警察的帮助 杰森迅速联系最近的机场进行紧急降落 这时指挥部传来了消息 说他们可以改道到附近一个很小的机场 那个机场距离他们的位置最近 杰森可以找到降落跑道 然后进行紧急迫降 然后杰森被告知 附近的急救中心和警察已经赶去了现场 准备随时营救 杰森只需要带着乘客降落在那个机场 他们就能够得救 可是此时的鸟儿一点也没有罢休的意思 在他们的不断撞击下 飞机的窗户裂开了一道道的裂痕 杰森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抵达 还要尽全力避免飞机撞击地面 但是此时的情况更加糟糕了 杰森发现了更多的鸟儿从森林里冲了出来 直直地朝着飞机撞了过来 杰森感觉到事情不妙 鸟儿们如果钻进了引擎 将会发生灾难性的事故 杰森只想着能够安全抵达机场 这时他又听到了一声巨响 飞机更加猛烈地摇晃 杰森已经很难控制住飞机 飞机在急速下降 客舱内的乘客都害怕地发出了尖叫 紧接着最糟糕的事情发生了 机身开始燃烧起来 浓烟滚滚 与周围的鸟群混为一体 杰森意识到 已经来不及降落到附近的机场了 如果不将大火扑灭 整架飞机的乘客都难逃生命的威胁 这时他发现前方有一处水域 如果将飞机降落在水里 或许乘客们还能得救 飞机降落在水里 也不会因为猛烈撞击地面而发生碎裂 杰森迅速调整飞机 朝着水域飞过去 不出意外 降落在水域后 飞机上的大火就泼灭了 接下来就是要从飞机里逃出来 杰森试图从驾驶舱找到出口 他推开其中一个出口 但是被卡住了 他让自己冷静下来 幸运的是 一名空姐找到了其他出口 飞机在水里正慢慢地下沉 乘客们变得更加恐慌 都想着要第一个从客舱里逃出去 本来如果他们听从空姐的指挥 将会有充足的时间全部逃生 但是他们无视秩序 拼命往外挤 第一个从客舱里逃出的乘客就后悔了 因为当乘客一逃出客舱 就会受到鸟群的猛烈攻击 乘客们为了避免被鸟群攻击 都纷纷潜入水中 尽管此时的境遇如此混乱 索性所有的乘客 全部都逃出了机舱 无人伤亡 附近的警卫队和医疗救援队 都赶到了现场 有序地指挥着现场的一切 当杰森以为 事情会就此告一段落的时候 在他转头的时候 他发现鸟群并没有散去 一直在飞机的上空盘旋 好像是寻找什么 杰森感到非常困惑 更加奇怪的是 警卫队突然从乘客里 带走了一位男子 并且搜寻着他的行李 警卫队从一堆行李箱里 拿出了一个 当他们打开一看 脸色瞬间就变白了 里边全部都是那名男子 走私的真奇鸟类 他们打电话给执法部门 并将那个人带走了 真奇鸟类会在接下来 暗自结束后 放回大自然 男子被带走后 天空中盘旋的鸟群 也逐渐散去了 后来杰森参加那名男子的 庭审会 才明白鸟群撞击飞机的真相 原来他们是因为 听到了真奇鸟类的呼救 前来搭救同伴的 杰森在庭审现场 为鸟儿们保护同类的勇敢举动 所感动 想起这次危险的经历 竟让它如释重负地哭了起来 鸟儿能够为了自己的伙伴 不惜冒着付出生命的危险 可见动物们的友情 并不亚于人类 无论是鸟儿 还是其他的野生动物 它们都有自己的家人朋友 彼此依赖 生活在这样多变的大自然 我们不能将人类的感情 强加在动物身上 但是它们那种守望相助的感情 无不令我们所有人动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